近期因为天后逐渐转冷 三年星内的枫叶也红了 红红灰火的景象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欣赏 其实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枫叶 我真的觉得蛮漂亮的 而且很火红耶 就是它很新印 拍照应该有上百张吧 有分享 那个IG现实啊 然后po文啊都有 三年星内最好的赏风时间大约到11月底左右 远方也请民众要把握时间前来欣赏体验 目前我们还有许多的品种 比如说台湾清风啦 风香啦 红炸风啦 黄金风啦 一样会陆续的变成火红金黄这样子 目前园区的枫叶 种籍有数千棵 这个整个园区都有 目前最漂亮就集中在花卉中心 以及水山林 河道这个附近 欣赏枫叶目前最适合 就是现在开始到月底 能够在国内就能够欣赏到 不属国外的风红美景 仙人也好也推荐民众 能够前来南投竹山山林溪一游 竹山的山林溪其实 就是其实国外的旅客都会跑来 我们南投跑来山林溪这边 来赏这边的精彩美景 那其实大家其实 究竟有那么漂亮那么美的一个天然之源 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尤其是正直风红 大家一定要来这边 爱散风 爱大家带着家人 一起就在最美丽的山林溪来旅游 而从西头到山林溪 在这个世界沿路美景不断 鲜艳参门也也请民众 要赶紧前来好好欣赏一番 医长和胜丰也推荐游客 在秋冬季节地理南投 相信每个景区的景致都独具风味 会是一趟美好的旅游体验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